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家银行工作 米日鼓勵还对媒体讲述了 她从教培中心出来的时候,她的儿子木儿子在医院不幸夭折了。 在乌鲁木齐儿童医院的病例上,清楚地记录着木儿子2016年三次住院治疗的情况。 米日古莉的母亲当时也陪着来给孙子看病。 米日古莉的父母还证明说她没有做过绝育手术。 自己的弟弟和儿子明明活着,却说他们死了。米日古莉的父母对此无法理解。 米日古莉第二次结婚后,在埃及生下了三胞胎,其中一个被寄养在孩子的姑姑家。 包括木儿子在内的另两个孩子和米日古莉生活在一起。 在乌鲁木齐机场,保留着米日古莉、木儿子等一家四口,离开乌鲁木齐,经北京飞往埃及的记录。 米日古莉的土耳逊她丈夫,4月5日一家四口从河东乘坐CG6905航班飞往北京。 然后4月23号这一家四口的人在北京乘坐EY887航班飞往开落。 这个出进轨机说明这一家四口是从4月23号出进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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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